以這個身份來跟大家對話 蘋果樹公社的部分是由廖崇倫負責發言 那我從前蘋果樹公社成員 那我今天是擔任會議造極人 那我們就... 就今天的會議是由中區 反黑箱特工學生聯盟主辦 我是今天是會議造極人陳冠煌 那在場旁邊都是蘋果樹公社的成員 他是余瑟瑟然後是劉佳凱 然後那位是黃紫友 然後還有在外面的廖崇倫 那今天會議的目的是 使中區各校組織有一個共同討論的平台 那一同整理各校在反黑箱課綱中的初步共識 並且籌組聯盟幹部以團結力量 今日將和各位討論組織模式以及分工 並且說明未來行動的模式 那希望各位在各校... 各校在校內的扎根能有更多的協助 以促使更多學生了解黑箱課竿微調 那首先我們先請就是各校成員簡單 介紹一下自己並且交流 那我開放5分鐘好 5分鐘時間就是 大家站起來只要講一下自己是哪一個學校 叫什麼名字就好 對 就雙方清楚一下對方是誰 OK 我是台中中和曾駒 然後我是對歷史有興趣 然後所以就藉此機會來了解我們台灣史 以及更深入一些的意義 謝謝 我是明道高中陳倩 然後我是明道中學的那個 反韓鄉特剛超速的法學 也是然後我對 我是也是對歷史有興趣 我是明道中學史全舊社的創立社長 然後我希望能夠 我希望我們的課剛的歷史 可以表演這個樣子 謝謝 歡迎大家講一下 然後不講的話 是等於跳過去沒關係 大家好 我是來自小明女中的林玄銘 然後我今天是 我們小明是比較在乎 那個程序的正義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今天 可以跟大家多一些討論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鴻文中學博順 那我覺得我們學校 就是比較沒有在 就是比較少活動 所以我喜歡透過這種活動 來 凝結我們學校學生的同學 大家好 我是新竹竹北高中的學派 然後這位是陳思維 那我們是竹北高中的發起人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一次的行動 能讓台灣的教育 這些變得更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英中 那今年是高三的學生 那我今年 我現在已經是 就是準備 進到那個台大哲學系 那哲學他強調一個就是求證 你要有獨立批判的思考 那我覺得所有事情 大家都要有這種理性批判的精神 那所以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大家好 我是竹南高中的專業管理員 然後我是 竹南高中的很專業的管理員 然後我今天來是因為 就是參加會議 然後我主要主要是 反黑箱跟 洗腦教育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二十中書士博 代表新任學生會長 然後了解 了解這裡的活動 然後希望能有更多的了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竹南高中的行傑 那因為 反正像剛剛這個議題在我們學校 是 比較少學生知道的 那我希望透過今天的交流 希望能夠回去 把這個議題帶給我們學校學生知道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文化高中 那我們文化高中 比較注重在就是 希望可以回歸到歷史真實的層面上面 所以想要與其他學校 要進行關於這方面的交流 那 希望以後可以再做進一步的行動的討論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智平高中的三里級學生 雖然已經準備脫離高中課程 但還是希望為年輕人們出一點微小的力量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們是中課之中的 剛剛那兩個是我們的學弟 我們是高三生 我們叫法研程 我們是希望說 在畢業之前 能夠為學弟妹做一點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個課綱的制定 他的程序不是很好 然後想說 在畢業前 能夠為學弟妹出一點力 謝謝大家 我是新大副中的趙文山 我們主要是反對黑箱的程序 還有這個 偏頗的歷史解釋 請問 大家好 我是台中義中下午會的理事 我在這邊劉波龍 在這邊要感謝大家站出來 所以說只要支援的 我們台中義中下午會都會支援 大家好不好 加油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私立大義高雄的三十一 然後我希望 因為我們學校比較少人 想要這個活動 所以我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要更加良心 這個穩定一點 謝謝 好 還有人要介紹一下 請就有來各校的 麻煩對方的名單 大家好 我是張化高雄 對 然後目前高二 然後因為我就是 目前張中 目前這個 反黑箱特洋回橋的部分 是由 就是我們所創的一個 地下的一一系社團 在組織 然後叫左傑公社 他們成員在後面那邊 對 大家好 我是新竹高雄 現在我們學校內部的話 主要會舉辦大學教授演講 然後 我會對校內學生進行 校內共識論壇 會進行將我們的訴求 放到網路上 讓學生們一起來討論說 我們的訴求到你們 方向 謝謝 謝謝 那還有人喔 還有人喔 介紹一下 沒有的話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 請台中英中 歷史科老師 許全毅 以及蘋果樹公社 簡短的講一下 關於 天鄉特洋 那邀請徐全毅老師 那 好 那個 台中中有一句話 就是叫 一流學生 二流老師 三流學生 當然這剛好把那個 這個學校的一個 全力結構 逆反 讓大家知道 反這個字 實際上也是 return這個字 其實跟 尤其說 反 remote這個字 跟return 實際上是 回歸 往後一開始 就彈得太遠了 有沒有 太遠接觸了 就說 那很感謝大家 我覺得 透過台中中這種刺激 我們在裡面就是 交集學學習教育 把它回到一個 比較基礎的一個 人的自由的精神 那今天 今天 大家 出來 高級教育部展規 應該怎麼來進行教育 剛好也是一種反探 可是其實也剛好是一種回憶 回憑到 人每個人都一甘有的自由的靈魂 你們可以雕塑自己的命運 也可以雕塑自己的實際 今天教育部其實已經 對你們的未來 完全沒有可以信賴可憐 你們有18門課要學 到底有什麼東西可以學 學到18門課 你什麼東西可以認真好好學 那種絕塵化的權力結構 到底能夠教我們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非常 我是覺得是台灣裡面 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課綱的爭議 這個課綱的爭議 這個課綱的爭議 就是 以前的課綱就是 我們這個總統看起來不大爽 然後 大概就這樣 所以他就沒有議警 也沒有經過討論 就把歷史課綱 跟國務課綱給刪掉 其他的就有 98就開始實施了 大概是這樣 然後後來呢 就弄了一個101課綱 在討論的時候 你知道以前的課綱委員 算是課綱 就社會上 大家認為我們尊重你 大家來你這個課綱 所以教育部長也很尊重 他也不敢去更動你的內容 然後後來呢 那個課綱開會的時候呢 他就一天到晚 要把揮記錄交給總統看 那搞到後面呢 有一個課綱委員 叫周婉堯 他就跳出來 說哪里哪里 總統怎麼干預 這大家知道 可以查一下周婉堯的投書 然後此後呢 按照這樣子 就有一個101課綱 就是你們現在用的 這個101課綱 98課綱就廢掉了 那到了 到了 到後來呢 那個 課綱編出來之後 到了總統 從頭到尾 就參與 他有興趣 就把課本再拿來開一次 他看到課本 他還是很不爽 他還是非常不爽 那這怎麼辦呢 第一個 那個考綱委員 其實他還有任期 所以他等任期到了 就趕快換人 可是其實台灣的史學界也知道 這種事情其實是 應該最重專業 所以他其實也找不到人 他找不到人 他最後就找了一個 他的大哥哥 叫王小波的 那時候玩版 學哲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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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來做 所以到後面發現 國泰就嘲笑他 國泰 大學讀四年 研究所五六年 他說這些課綱委 教授裡面 他們歷史教育的 修的年份 不到他學 所以他裡面是 非常非常的不專業 非常非常不專業 我前面講的時候 就算是專業 我也不要他階層化全力 第二個 現在是階層化全力 而且是非常非常不專業 在世界史上 你知道什麼世界史怎麼開始 他從多元文化開始 多元文化從1960年代開始 可是我們的課綱裡面 竟然把1960年代刪掉 我們的公民課綱裡面 公民課綱裡面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要教納粹禁止講人權 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建議各國都要選 其實我們的課綱裡面 公民課綱裡面 竟然為了把 白色口布228刪掉 連納粹也刪掉 這你怎麼去跟人家溝通 那我相信在座 因為是一個新的 所以其實 這個已經 好 你們還沒有慢到這個問題 那麼也因為這個壓力呢 我現在不講到 也因為這個壓力 所以今天教育部已經開始 有一些澄清了 我剛剛也稍微 有人通知我 這是大家的勝利 大家自有靈魂的勝利 我們共同的勝利 自有靈魂的勝利 第一個 教育部長的聲明 第一個是 各校用新舊版課綱都可以 他以前是跟大家講說 你不准用 新版課綱 你不准用舊版課綱 跟出版師說 你不准出舊版課綱 他現在受的 第二個 考試上 在考試上 新舊版課綱沒有籌疊 他大概知道我們考 不管你就是讀新版 或讀舊版 都是一樣的 你們都可以找到 就是都夠了 第三個 有關課綱的爭議當中 就是所謂的爭議當中 另外聘請專家 來做一些修正 他們也收集各地的意見 來開始在爭取 我也知道 一些專注意識教育的人 像光梅隆 黃春木 陳彥 李彥隆他們等等 來加入 不過 我想有一個 有個問題就是說 有個問題是說 我們到底要不要 像這樣的 由善而下 硬性的課堂 由善而下 硬性的課堂 真正的教學 交集學 學集教 你看 芬蘭他們只有 最多 其實歐洲國家 不會超過六到八門堂 他們就是以專題的 你知道哈佛去學也是一樣 我們台灣因為 就上層往下 要養這麼多老師 用老師眼光來規定科目 然後各自分科目 到最後大時間 完全被缺稅 什麼時候可以靜下去來 好好想一個問題 除了這次的機會之外 十八門課 到底有誰有這個能力 每一個教授 都覺得自己學的東西 太重要了 太偉大了 就是唯一的真理 然後就硬塞進來 越刪越多 越刪越多 這樣的狀況對嗎 他們真的有考慮到你們未來的 適應該怎麼做嗎 我們腦袋瓜 你們在塞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這真的對嗎 真的對嗎 你反而會喪失一些事情 是覺得 我們趁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應該反思一下 就是我們台灣的一個歷史教育公司 台灣的教育體質 我們同學有人教育 關心台灣的教育 台灣教育在這裡出了很大的問題 收大學是為了讓大學教授可以有博弈一下 有大學教授是為了讓教育部長 老實說 歐洲國家可以完全沒有教育部長 他們的課綱 芬蘭的課綱 挪威的課綱 包括盧森堡的課綱 比利時的課綱 就只有一頁A式的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 沒有人喜歡被管 沒有人喜歡被壓抑 大家是彼此串臉 互相共感 交集學 學幾教 希望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好那接下來邀請 蘋果術公司的廖崇安同學來 來講一下 好 首先感謝大家今天與會 大家這個會 會一開始是說 我們必須先在這裡 先做一個呈現 那我們在這裡 我們這三位都具有 分別具有一個不同的身份 那首先是在這個場地 明星館 我們原本就有一個辦人 主要是由 今天這個 社會關懷與想像與實踐的讀書 以及台中中蘋果術公社 連續舉辦 好 那在一開始我們要 我今天因為是代表明國術公社的身份 所以在一開始我必須先向各位闡明我們的訴求 還有先我們為什麼要站出來反對黑箱課綱 好 再一開始 首先是程序面問題 我想在之前 我們很多公民社會已經做出非常廣漫的討論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反對這個課綱呢 因為第一個 他從剛開始的新課綱審查會議上 他的投票內容並不公開 卻在投票之後自行宣布公務 我們覺得是非常荒謬 那你們這些口口聲聲教我們程序 教我們要守法的大人 你們自己把程序把法律擺在哪裡 好 第二點 新課綱審查會議的組成人員 我們發現裡面 竟然沒有任何具有台灣史專業的學者 這我們就很誇張 為什麼有關台灣史的課綱是由 具有中國政策專業的來主導 好 這是第二點 這是第二點 那再來是 缺拔公開討論的部分 教育部從一開始 從一開始 就不斷的迴避 公民社會對於討論新課綱的要求 對於學生想要了解新課綱的那種感受 他完全無法接納其他人參與他的討論 甚至在公天會 都是在短暫的三天之內舉行 好 然後順便說一下 我們今天在 我們今天坐在這裡 就是不想像教育部一樣 我們今天想要給大家一個 可以討論 可以說話 可以傳達你們意志的空間 再來是實質內容的部分 大家不要忘了實質內容 如果今天只是 我們中文中是面對嘗試 如果今天只是為了反程序 我們今天就沒有必要做在這裡 因為事實上 意義並沒有那麼大 有關實質內容的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 比如說 非常明顯 在十七世紀的台灣史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新版的教材裡面 他們花很多內容 強調漢人來台 強調台灣與中原政統王朝的互動 我們不否認這些歷史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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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他在擴大這些內容的同時 卻不斷忽略了台灣與其他民主 其他國家的互動 忽略了台灣自己原住民的文化 忽略了其他的觀點 因此我們可以說 這個教材 新教法還是充滿局限性 還有觀點過於單一的問題 我們只想問教育部這些大言一句話 就誠實面對歷史有這麼困難嗎 誠實面對真相有這麼困難嗎 我們做一個小解 我就是 從一開始程序的不正當 到最後 使官過於單一的不合理 我們會看到 教育部是用非常蠻幹的方式 今天教育部長也發了三點聲明 我可以唸給大家聽 如果大家還沒看到的話 第一是 新就課綱可以併行 就可以併行 然後 新課綱 第二點是 新課綱 還有就課綱 有差異的部分 不列入考試內容 第三點是 即刻開啟對於程序的檢討 即刻成立公共討論平台 我原本看到第一點的時候 我是想要說 那教育部難道不會用考試來前置學生嗎 結果發現第二點更為荒謬 他說新就課綱交疊的部分不影響考試內容 那請問教育部為什麼要制定這個新課綱 那第三點 關於公共討論平台的部分 我們早在 早在 嗯 一個月前 就會 不只早在一個月前 這一年以來 公民社會都有這樣的訴求 為什麼教育部到現在才願意回應 而且 他也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執行方式 有什麼人來召開 有什麼人來參與 那請問我們在座 比如高中生是可以參與嗎 他沒有告訴我們 好 那最後我們再呼籲一次 就是我們不希望 今天一直有一個硬性的課綱擋在這裡 拿他來綁架老師的學習 拿考試來前置學生的 拿課綱來綁架老師的教學 拿考試來前置學生的學習 這我覺得是教育部今天我們做的最壞示範 好 那我大概分享到這邊 好接下來繼續教育灌好 好 好的 那 感謝許全業老師 以及廖淳的同學 那 接下來的時間就是 我們屬於高中生 高中生的討論時間 那 可以麻煩就是 記者或是 非高中生 就是暫時先給我們高中生一些空間 那 一樣可以在這邊看 沒關係 就是接下來的關鍵就是 以高中生為主 以高中生發言為主 好 那也感謝今天記者 就是特地到場 好 那 我接下來 向各位介紹一下 目前的主持規劃 在會議開始前 就是 先說明一下 待會的會議規則 那 待會介紹完後會開放 討論時間 那請各位就是 可以踴躍發表的意見 那在 一切就是以平等尊重原則 各校之間是 互相平等 互相尊重 那發言前就請先舉手 那麥克風到手後 就是先 說自己的學校 以及你教授的名字 然後再接著開始發言 那 那 講完之後就是 遵守主持人 施意停止發言 好 那 感謝各位 那首先我就先請蘋果樹公社 劉家凱 就先來介紹一下 一份主持的構想以及理念 好 大家好我是劉家凱 我是台東東的學生 那我們在這個活動中 那我們希望能看到一個 就是跳脫以往 上下階級式的主持模式 主要代之的是 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各校 地位平等 聚合話語權 點點式的討論平台 那這個既然是個討論平台 我們當然不搶置各校 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看到 各校是分進 互助 合作交流 可以在校內 資歷於議題的推廣 像是以講座 或討論會 這種形式 那我們希望能看到 支援的互補 就如果說你在校內 不知道如何找講師 或是不知道活動開 該從哪裡開始著手 我們可以提供師資的推薦 像是還有活動的協助等 那我們在校內 做完這些活動之後 我們要幹嘛呢 我們希望可以整理資料 讓成果提出 並且討論 那講到這裡 大家是不是有疑慮說 我們很想只做 大眾的校園路線的推廣 而是排除團隊的有利行動的 那我們是覺得 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可以並行 所以說 如果有其他相關的活動的話 那我們當然會盡全力的支持 那在討論平台中 我們可以希望 就是看到的是 眾人對於課綱的這個議題 能夠有更多的想像與攜帶 而非強行快速統一的訴求 也就是去除 一直性的話語 我們希望能夠 在討論平台中 能夠有更大的討論空間 聽見更多多元的聲音 不管是支持課綱 反對課綱 或者是對於課綱 不是很了解的人 都可以對於課綱這個議題 能夠有更深度的了解 進而產生 獨立思考的效果 並且讓大家一起來 參與這個議題 那我們希望能夠達成說 長期鋪路扎根校園的成果 那 就大概是 這個活動 以頭而皮來概述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劉佳凱 謝謝劉佳凱 那 接下來我們 就是簡單講一下 我們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那 我在講完的時候 會開放討論時間給各位 就是 大家現在這樣組織的規劃方式 是否是 各位覺得 有需要再添加的部分 那首先看一下你們手上那張 會議資料 那 第二個就是討論組織內容 就是目前規劃是 成立四大組別 第一個是行政組 第二個是資訊組 第三個是論述組 第三個是論述組 第四個是資源組 那行政組負責的 工作就是 主要是活動 會議以及事務 那 我等一下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大家先看一下這個表 對 那行政其實是站在一個中央 不算是中央 就是一個 我們在 各組別之間 一個中間的 一個 管理的 一個中心 那我們會決定 就是 主要決定的方向是 我們今天要辦什麼的活動 然後以及 下面如果發生的問題 到最上面來 處理的機構 就是行政組 對 那各位可能會考量到 那是不是 我們整個運動的方向 以及我們的訴求 共識的人 都是在行政組 就是直接進行一個 方向的決定 那 我先跟各位講就是 行政組這部分會 規劃 會規劃共識以及訴求 還有方針 但是 這部分的話 只要涉及到 全體學生之間要討論的話 我們都會 開一個討論平台 跟各位討論 對 所以 行政平台在這上面 主要是 辦理一個共識 以及大型計畫之間 與下面交流的 一個 一個 組別 對 那什麼是 資訊組 資訊組就是 資收網宣還有文宣 那資收的話 就是 收集還有整理 各校使用 負責一切的宣傳後照 那 可能需要有較強的 資訊整理能力 那資收部分 為什麼要成立一個 叫做資收組 因為 資收組跟認知組 方便一起 其實是因為 我們在資收的論述上 需要很多人力 因為我們 今天任何的 論述或是訴求 都不是單單幾個人 去所完成 而是應該是一個 去收集 各處的資料 對 所以 我們在這部分的話 會很需要 各校的人才 就是 可能在資訊或是 論述上面 比較有能力的人 來加入我們 那 資訊和論述 所提供的 就是 資源行政組 在對下方 就是 各校之間 你們有需要任何的論述 或是資訊 就是統一由我們的 資訊和論述組 給你們提供 那 達到一個 就是由我們中間聯盟 提供你們 各方的論述 對 那現在同一個論述 也不會像 就是各校之間 有各自的意見 那如此的混亂之間 對 那接下來是 論述組 對 論述組 就跟資源組一起講 那 我今天來講一下資源組的部分 資源組主要是 不好意思 公關組是改的資源組 對 那個幫我寫他了 改的資源組 對 那資源組負責就是 物資、能力還有聯絡 因為 今天就是公關組 是負責統合說 各校之間 向上陳報的 交流 還有匯報 那我們在 統一整理後 可能會把各位活動 可能 你們提出檢討報告的缺失 整體成一份文件 然後 發到我們 統一的群組裡面 給大家討論 或者是你們今天 需要什麼 器材、能力 統一 就是由資源 資源 資源組負責 那 我再陳述一下我們 這個組織的理念 是協助各校在各校 嗯 協助各校在你們校園中 進行雜根 或是辦理活動 對 並不是 目前並不是一個 就是引引你們全部 就是我們說什麼 就是你們要跟我們走 對 其實我們是 希望建立的是一個 你們需要什麼需求 就跟我們講 那你們也可以派人來 那我們提供你們這些需求 讓你們在各校之間 辦以後不會那麼的 不知道要怎麼辦 或是 不知道要去哪裡找資源 對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今天要成立中區聯盟原因 對 那我們 呃 好 對 我再強調一下不具有強制力 對 我們只是僅供一個 協助 一個協助各校 辦理活動的一個角色 對 那 我講一下 呃 等一下我講一下就是 各校之間 就是你們要怎麼 呃 向上承報的部分 就是 好 就是你們 我們今天是希望各校之間 就是有一個 主席 的存在 跟一個知性單位 還有諮詢單位 當然這部分我們 尊重各校的決定 你們可以自己 自己決定你們要怎樣的 分配 那我們會希望有一個主席 是另外 我們需要有一個聯絡 聯絡的 對 聯絡的部分就是跟 資源組那邊負責聯絡 比如說你們今天 遇到什麼困難 就是統一通報資源組 那資源組 再把這些資訊匯者 來統一到行政組 那 行政組在分工 看哪一組要幫忙什麼 哪一組要幫忙什麼 那我們就統一由行政組下達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對 那還有公司跟大型計畫 也是由行政組來負責規劃 行政組規劃一份大型的活動 那我們再通知各校來參與 對 那這樣就是目前 目前這四組的講解 那接下來你們各校之間 要怎麼承報的部分 我已經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今天在辦理一個活動的時候 你們就需要在 我們在每周一的時候會提出一次 會整的一個平台 那就是各校 向眾區組織回報說 本週想要舉辦什麼的活動 對 需要哪方面的協助 那是否可以讓他校到場 就是你們要辦校內還是 全體的眾區都可以來 那你們需要什麼協助 那譬如說 哪些協助 譬如說講師 或者是 你們需要麥克風啊 或什麼一些器材 對 或者是你們遇到什麼困難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講 比如說 學校可能對你們那裡有一些主導之類 那也可以同意跟我們眾區組織回報 那我們就會 一個團結的力量處理 總比一個 一個學校 附軍奮鬥還要好 對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 提供我們 需要什麼協助之後 我們就會有一個對口答案 就是支援組 支援組就會負責提供我們 支援還有人力 那支援的話我們 我們這部分支援的話 我們可能會選擇跟 公民團體合作 或是一些老師 或是一些講師等等 對 那我們 各校會自行推舉代表一名 在行動 活動跟行動 就是 辦完之後 就是提出一份報告 那這份報告用運動 這份報告是說 我們今天報告 我們這場活動有什麼缺失 或是什麼 會怎樣辦 會更好之類的 那我們其實 放到我們的平台上面交流 其實在各校之間 我們在辦活動 有一個 實際上互相學習的方式 對 所以說 我們認為 我們今天這個聯盟 就是主要就是 尊重各校的自主權 然後站在一個 統合以及提供協助的角色 對 這是我們大概的組織理念 那我們等一下要進行分工 那現在就是 請各位提出 就是你們覺得 這個組織是不是 有哪些需要要增強的地方 或是 你覺得哪部分不是很好 因為 這份其實就是 我們 會與一些人討論出來 當然確實是因為本 這是 這是我們為了 召開這場會議的原因 就是希望 能跟各位討論 對 那 之所以要那麼精簡 是因為 我們覺得 在各區委員代表的話 可能是推行上 是會有比較 類似代表性的問題 或是其餘 統合性的問題 就是 組織如果太過複雜的話 其實我們也 不利於推行 對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給各位 討論時間 各位可以今天發表 各自意見 給大家 好 給各位討論一下五分鐘 好 給各位討論一下五分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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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